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拆一台这个车载加热器 它这个问题是没有湿气 可以正常开机 这儿没有湿气出来 这个加热器中间这一块是太能板 这个也可以太能充电 好了我们先把它拆开 拆开先看一下 看看是什么问题 这个从外观上看是没有螺丝的 一个螺丝口也看不到 看不着的话 这个应该就是从中间这儿是扣开的 应该是掐扣 是硬扣就可以了 我们拿个这个撬片 给它撬开 先从充电口这一块撬吧 好这撬一圈然后就撬开了 拆开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结构 这一块是主板这一块 然后这个是电池 它以前的电池古包了 我给它换了一块这个三星手机电池 这个是按键板 就是这边这个按键板 这一块是太阳能充电板 就这个 没有电了可以用太阳能充电 然后这个是雾化片 起雾化作用的 这一次拆开以后 我发现它这块主板进水 进得非常严重 好多件都服饰了 我用酒精给它处理完以后 给它抹上了这个白色的这个防水胶 这以后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给它试一下 看看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好现在已经装好了 装好以后我们就是从这 这是加水口给它加点水 加完水以后用着盖子 给它再扣上试一下 开机 这次又拆开检查出来这个变压器 这个脚和这表一个脚 进水给浮湿断了 然后我又看到有雾气出来 应该这个主板还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 我们再检查一下 再试一下 然后我们再开机看一下 开机 行 现在已经有雾气出来了 好了 这个加热器已经修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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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